大家好 欢迎收看谈兵读物 我是Uncle Mark 马克书 大家好 我是老汤 老汤 我们前面60集都是围绕国共内战 但其实两岸的局势这些年来是死好死坏 两岸交流多的时候 台面下还是有一些角力 更不用说两岸关系不好的时候 那敏感的问题我们就不要谈太多了 我想问说最近有一位军官 因为申请研议 就是延后退伍被拒绝了 结果他跑到凯道区下跪 你怎么看这个事件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烟权 这新闻才刚发生 我们根本不太了解整个的原委 不过可以说一下的是 1949年之后 蒋介石一直强调军人魂 军魂 对 我们知道 他在干退到台湾的时候 做过一些检讨还有改革 他最痛心的除了就是被打败之外 也对众多的将领 在关键时刻没有保全气节 他心里面一直耿耿于怀 所以在1949年7月 蒋介石筹舍开办了革命实践研究院 找来日本白团强调武士道的精神 到了1956年 还出版了西方兵圣克劳塞维茲的战争原理 与战争论 这些书的版前页写着 未经奉准不准翻印 里面每一章这些书都还有总统批示的心得 除了要提高学养 跟要灌输这些高级将领 他们要以关聋战士为骄傲的军魂思想 日本白团 我们先前的节目有提到过了 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去回看一下 但我好奇的是老谭 你刚提到这两本书 大概内容是在讲什么 相信大多数人都听过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这句名言其实就出自战争论 以中国传统的角度来说 克劳塞维茲他算是帝师 他是替你玩子讲授军事课程 也就是日后的普鲁士国玩 斐特列威廉三世 从19世纪以来 克劳塞维茲的思想 他就影响了普澳战争 普发战争 甚至于连在中国东北开打的日俄战争 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 都可以看得到他的影响力 在看战之前 中国就曾经出版过 从日益本转译的战争论 不够完整 而且有些用词是错误的 退到台湾的蒋介石 他就请日本的白团 就把克劳塞维茲的另一本 日文版的战争原理 先由实践协社来出版 后来再由高手重新教义这两本书 在1956年出版的 清定版的战争论与战争原理 所以这算是一个精华整理 我们套具现在媒体比较爱用的 就是战争原理的懒人包吗 我们看一下这套书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除了有八本 克劳塞维茲的战争论 还有一本是战争原理 都是金专本 里面还有彩色的 这个责业图可以拉出来 以当时的印刷条件来说 其实是非常的精美 已经过了快要七十年 这些书都还非常的漂亮 蒋介石他高度重视的战争原理 打开的第一页 就是总统训词 再翻过来就是他的文章 对克势著作的感想 里面写着 虽然这本书是140年前写的 有些战术条件已经不适用 可是古今中外的兵书 从来没有说到打败战 以至于绝望的时候 要怎么样行动的话 蒋介石说 这是克劳塞维茲的著作 独到的精神 大家要特别的注意 对阶级一页高的降临 就更为重要 在战争原理的第三页 上面连标点符号在内 总共有33个字 写着 心理上最优秀的品质 假 镇定 义 坚人 柄 关聋战士的思想与决心 下面的句子就是 克劳塞维茲对丸子说 我们必须熟悉 关聋战士的思想 我们应该实时含愈 此种思想与心中 而稀以为常 尊贵的丸子 你应该确信 如果没有此种决心 纵使是在最成功的战争 也没办法取得硕大的战果 更无论是在最失败的战争中 像在最后一页 蒋介石的评语就是九个字 是写 战胜的三个精神要素 下面的句子就简说 一位将帅的伟大才能 必须要有一种强烈的感情 刺激起来 例如凯撒的赋予感情与野心 汉尼巴对敌人的身怀仇恨 又例如斐特列大王的 以关聋战士的骄傲 然后克劳塞维茲就希望 他的王子殿下 要帅子的去接受这样子的感情 所以就这样 满满的心灵鸡汤 你猜猜看 这三个精神要素 哪一个是蒋介石认为最重要的 你前面有提到说 蒋介石在1949年之后 一直在强调军魂军人魂 所以我去推 应该是说光荣战士的骄傲 是吗 对 没错 这些句子 这个书里面都有点点 可是只有斐特列大王的 以光荣战士为骄傲的旁边是圈圈 代表蒋介石 特别的看重这一点 因为他在大陆打败 所以有太多的胆政军要员 就投降 对他而言其实是非常的难堪 后来有很多 出了相关的回忆录 或者是作品 都说明他们被改造的前前后后 有机会我们或许可以说一下这些 蒋介石特别强调说 军人要有军魂 军人魂 然后还要有战死的准备 很明显你可以感觉出来说 他是真的觉得之前 那些气节是不太够的 1949是蒋介石一生中受到最大挫折的一年 这一年的六月 他在台北出席东南区军事会议 参加的将领都是他自己亲自指定的 与会的将官都可以 就是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等于是大命大患 后来呢 森丽人他就提出了建立革命大学案 蒋介石就批示把它改成 血尺学院 后来再经过讨论就定名为革命实践研究院 蒋介石他自己就兼任院长 那抗战时候呢 曾经做过陆京大学 中央军官学校教育长的万耀环就是主任 就先训练军事干部 以后才是党政干部 蒋介石他另外还找来日本白团 来演讲武士道的真谛 替大家先暖身一下 那接下来就到了1950年 蒋介石就在革命实践研究院呢 就讲演了军人魂这篇文章 他另外一个标题呢 就是要做革命军人成功成人之要义 他说自从我去年下野之后 在一年之间 国军从长江到南海 从东南到西北 一路崩溃 在大陆呈现的这个大失败之中 能够慷慨成人的 就只有杨干财军长 还有廖定凡师长二人 其他的不就是林郑逃晚 要么就是弃子啊 或者说投降 不仅仅是一般降临的耻辱 而且是整个党国的耻辱 蒋介石说 下野之前呢 在38年春季以前 还有几位高级将领 能够作战的时候呢 慷慨成人 例如战领虎 蔡仁杰 刘康 严敏 板百涛 熊寿春 求清全 这些呢 数一数 他大概总共数了27个人 而这也是在 前方作战失败的十分之一而已 他认为慷慨成人 才是拥有军魂的表现 我觉得这是全世界都一样 我们知道蒋介石 他在讲军人魂的背景之后 接下来他就开始为受训的这些将官 严选教材 其中他最看重的就是在1956年 出版的战争原理与战争论 一样也是兵书 由实践学社所出的 比如说像是 李德哈德的战略论等等 就没有出现像这样子的训词 为什么蒋介石这么看重这两本书 蒋介石是最重视军事 革命实践研究院的院长 就是由他来担任 主任是万耀环将军 现在大概都不太知道他是谁 中研院有出过他的访问 里面有一段话非常的有意思 万耀环他说 总统一生最重视的是军事 看不起政治 因为认为政治 就是按照行政计划 这样走就可以了 他在旁边看看就行 其实听过他造舰部长 但是在军事上 他要用一个团长 事件一定要调查的清清楚楚的 还要亲自造舰 对于空军大队长 海军舰长也都是这样子 所以蒋介石他以前在造舰 这些将校军官的时候 每个人都惩犯惩恐 我听过有人在台湾 那个为了要 就是说蒋介石要造舰 逐逐准备了大概三个月之久 过世了以后呢 就把他跟老蒋合照的照片 就一起换入五指山 因为那个是他毕生的荣耀 有点测验 大家会来说 就是因为蒋介石重视 所以很少有发行的书本 会特别的印上他的训词 我大概可以了解或理解 蒋介石的苦心 可是我好奇说 以前在大陆其实有黄埔军校 对 那这些书难道都没有出吗 一直要等到他来台湾 才会想要出这些书 我们前面提到 在看战之前 中国其实就有从日益本 转译的战争论 所以理论上 军校生应该都知道 有没有时间读 或者说有没有读好读通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至于中共这边 根据莫文化他的回忆文章 在1938年9月的时候 毛泽东大概就约了十来个人 在他所住的窑洞里 开战争论研讨会 每周一次 请留日的何思敬 直接从德文原版 随意随讲 那参加的有将领 比如说像是许关达 陈伯军 莫文化 萧敬光这些 文化人大概就有 艾斯奇 徐茂雍 毛泽东也读 对 毛泽东在1938年5月 写的《论持久战》 这本书里面 他就针对抗战初期 有关中国臂丸论 还有中国殊胜论 甚至也还有共产党 他们内部有些人 轻视游击 游击作战的这种倾向 就解释了很多 也告诉大家说 中国应该实施持久战 才能够获得对日 最后的胜利 那他的文章里面呢 就引用了 克劳赛维茨的一些观点 例如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战争是政治的 特殊手段的继续 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 就是保存自己 消灭敌人等等 而且他的后面的注册 是写说 都是来自于列宁的作品 所以这也代表 苏联的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 其实那个时候 也都首读 克劳赛维茨的著作 事实上 蒋介石在他的演说里面 也提到这一点 他说 俄国的共产党 从列宁到史大林 他们不论是军事 政治 外交 社会 各种 各种斗争 完全都是应用 克劳赛维茨的战争论的原则 所以我们现在要反共抗恶 一定要先了解 对方的这种方法的来源 搞清楚他们的法则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所以这本书 蒋介石跟毛泽东都读过了 不过时间上听起来 毛泽东在1938年 引用书中的内容 可以说他比蒋介石早读吗 应该没办法这样去下定义 蒋介石其实是比较早 接触到这本书 他说 有两本书给他的影响最大 一本就是克劳赛维茨的战争论 另外一本就是德国普通文人 所写的巴尔克战术 他说德国一般的军人 都非常的尊重这两本书 几乎奉为宝典 所以日本翻译之后 也都是保守秘密 禁止出售 他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就设法找到这两本书 先后读了数遍 他说有的 因为都是非常的晦涩 所以第一遍第二遍都没有读懂 要读到第三四遍以后 才开始渐渐的了解 全部的意义 然后起来都还圈圈点点 他甚至于在战场上打战的时候 都还会有时间 就还会稍微浏览一下 但是最可惜的就是 被他圈点过几回的这些书 不幸在民国八年 在福建永泰作战的时候 就完全疑似了 你是说以前有战争论的中文译本 不过翻译的不够好 然后后来读过战争论 日文译本的蒋介石来台湾之后 又下令找人翻译 或者优化 而且以前战争原理没有发现 但是他也后来又弄到手了 所以大家在看蒋介石说的话 可以知道 就是从日文翻译成中文 最主要就是透过日本白团 帮忙弄来的 后半部是从英文翻译的 是孙力仁将军的英文秘书 吴秉忠来负责 我们看这本书的版前一页 这本书其实是不大本 可以放在口袋里面 算是口袋书 里面还有几页是蒋介石的训词 也就是对客室著作的感想 老谈真的蛮难得的 会把他的书拿到录音间 通常都对在我们的办公桌上 我再跟大家爆料一下 他平时真的很爱逛旧书谈 这一套书应该不便宜 你怎么会想买 我以前在旧书店有看过 因为太贵了买不下手 有一次以清华大学退休教授徐统 他徐教授聊天 他父亲是著名的翻译家徐柏 翻译过冰点这本小说 道道地地的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他到现在为止 都还保留他父亲的毕业证书 而且还保留他父亲 当年的写过的一些信件 这些信件他也让我看 上面就写了时间 这个特别是有关翻译 战争论的这个信件 上面就写了时间点是民国44年 然后写说这本书 卷字浩凡 文字会色 而成风又吹出盛极 巴巴巴的为了争取时间 是否可以再多请 编译一两个人 例如直也就是我来翻译第135章 另外两个人翻译246章 那你看了这些信件 大概就知道说他的父亲实际上是战争论的主要的翻译者 不过出版之后 底液挂名的是他的长官的大名 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张伯田 以及孙立仁的英文秘书吴秉忠 反正有这段的机缘 所以才聊过之后才把这本书 这套书把它买下来 等于没有他的名字 好了 没关系 前面的序的时候有提到 但主要没有 但这不是重点 我们回到节目上 国民政府策略要台湾把完整的战争论给翻译出来 我们可以这样解读 那跟共产党的交手 让蒋介石意识到 过去在大陆的军事教育是失败的 所以才导致打败仗 这个也是可以这样理解的吗 也可以这样理解 1950年蒋介石在革命实践研究院演讲军人魂 除了批评一般将领没有革命精神 还说这是我们过去军事教育不良 领导无方 对于这一点 军事教育不良的确是其中之一 不过应该不会是最重要的 要不然解判军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军校 凭什么打赢 像树渝就没有读过军校 成根也是黄埔学生 如果说军事教育不良 那为什么另外一边就打得那么的顺手 所以那个时候国共内战 蒋介石退到台湾 应该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不过既然讲到军事教育 我们就顺带说一下 一般朋友可能没有注意到 就是蒋介石自己担任院长 主任的位置是万耀环 他以前是在大陆是陆军大学 中央军官学校的教育长 一样都是老大胆 所以这位万耀环在军事教育上 可以说被蒋介石回以重任 到台湾都还继续用 教育长其实他差不多就是一校之长 因为蒋介石很喜欢当校长 文的武的都要当 而且是非常之多 根本没有时间管 他也喜欢人家教他校长 所以我们看很多的回忆录 对话里面都是说 都是称他为校长 总之蒋介石退到台湾 还是信任万耀环 他以前在大陆的办选人力 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可以成为算是 蒋介石这也是爱将 对 万耀环他是保定军校一期 他在保定的时候 看过校长蒋百里 也就是有中国当代兵圣 之称的蒋百里 他那个时候拿手枪制裁的那一幕 因为蒋百里 他是留学日本德国 道德学问都非常之好 回来以后就出任保定军校的校长 想把中国历代的忠诚良将 还有传统的游侠精神 欧洲的骑士精神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全部都把它融于一鲁 结果当初北洋政府 跟他讲好的一些支票 就是要给保定军校的一些资源 通通都跳票了 后来蒋百里就命令学生 把全部都结合起来 对大家说 学生都做到了被要求的 可是他该做到的却没有做到 国家不处分 他也要自行处分 说完就要大家全体立正 然后就自己取出手枪制裁 后来被救回来 就出任了陆军大学校长 1937蒋百里在他出版的《国防论》 这本书上面 他在北约上面特别加了这么一句话 就是万以千言 只告诉大家一句话 中国是有办法的 因为那个时候是面对日本的侵犯 1938年12月 蒋百里他病逝 就万耀环他就紧急接受蒋介石的召见 出任陆军大学的教育长 开始长期追随校长蒋介石 那他上任之后呢 就广泛的遭受海归派的这些 军事院校的毕业生 也有比如说那个时候还有像华国的顾问 还有俄罗斯的教官也都有来上课 比如说像俄罗斯教官 有些是国际知名的要塞工程的专家 也有一些是第二时期高加索军区的司令官 其实来头都不小 所以整体来看 那个时候的条件 其实能够做出这样的成绩 算是还很不简单的 所以黄埔军校一开始就有请苏联的教官 但到了抗战的时候 还是有苏联人在 严格讲他们是白俄不是红军 所以跟之前是有点不一样 甚至于这些人有些还入了中国籍 不过提到这一点 我们是有一点可以稍微附带提一下的 就是大家想到抗战的时候 就是出了正面战场 在伦县区的广大农村地区 其实那个时候国共也都彼此 就是各自展开游击武力 不是只有共产党才有 国民党也有 万耀凡的回忆录里面有特别提到 就是那个时候为了要研究 如何使用游击武力来对付日本 还请过叶剑英去上课 叶剑英早年是黄埔教授部的副主任 后来担任巴陆军的参谋长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共产党 所以来到了学校之后 大家都保持距离 叶剑英他自己也只有讲游击理论的 作战的理论还有方法 就完全不谈政治 讲完六堂课以后就走了 我没有听错 他请巴陆军的参谋长去讲游击战 这真的是蛮妙 不过我觉得也凸显说 那个阶段算是联合次要敌人 去对付主要敌人吧 我们还是大会来讲 不多做解释 正面战场之外 用游击战来拖垮日军 其实那个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宝 我们前面有提到蒋白底 蒋白底他其实认为 中国在退出上海还有南京 其实看仗不会受到影响 因为中国是农业国家 国地的中心不是在都会 而且他认为 中国有地大以及人多的两个优越的条件 是优越条件 不战则矣 如果一战的话 就可以用拖的哲学 拖到东西战争河流 我们就可以转弱为强 把敌人拖垮而后矣 其实像这样的看法 毛泽东他在他的论持久战里面 也有几乎是一样的说法 只是后者更有体系 就讲得更完整 更有论述 所以照这样说 万耀皇在传授军事知识上 真的是想法是蛮开放的 他还说 学校里面的暂时讲义 那个时候都是根据日文翻译 翻译的人又完全按照原文翻 都没有修改 所以文内都是日本人 在替日本在说话 例如日俄战争 在中国的东山省开打 这些翻译的书 都是宣扬日本天环 日俊怎么勇敢 标榜为官民政大 甚至还说 日本的行动是 保占倾国之领土主前 所以万耀皇他就很生气的说 这简直是国耻 如果不修改 训练出来的学生怎么打仗 对啊 教育教改真的很重要 影响很重大 所以台湾也不是现在才开始 其实我们在军事教育上面 也都不断的有教改 包括其实像战争论 这些教材也都有改动 所以台湾到了1991年的时候 国防部他又重新出版了一本厚厚的战争论 他的序言说 现有的翻译版本都是来自于英文日文 辗转翻译 难免会跟原语不符合 所以蒋伟国将军获得德国友人 相证最新的德文版战争论 他得到之后就送给始政变异局 然后就找德文专家重新翻译 使这本西方兵学巨著 以崭新的面包呈现在国军的将校之前 讲了这么多 你对蒋校长有什么看法 哪一位蒋校长 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在讲的那位蒋 我们刚刚还有讲到蒋白底校长 一直以来讲的讲 我们不是蒋介石的学生 所以如果是的话早就做过 不过要说校长之前 我一直对校长很喜欢的学生 黄伟其实充满兴趣 黄伟他自愿就是要当军校的校长 他其实是蒋介石的爱将 曾经被蒋介石送到德国去学习 1947年12月2日 他就出任了新制军官学校的校长 后来领为授命 就出任十二兵团的司令 在学办会战 也就是白海战役的时候 兵败三堆集被俘 他要自杀没有死成 被认为是最顽固的战换 始终拒绝批蒋 就是批他的校长 一直到了1976年才获释 晚年的时候 黄伟曾经接受美国记者的访问 被问到说 对蒋介石的评价是怎么样子 他就只有淡淡的说了一句话 就说这个人是个英雄 可是他的那一套已经过时了 所以失败了 我觉得他肯定他 但是他并没有去说他的不是 基本上有人认为他还是很带走 我对这句话其实感触很深 因为万耀凡的书中也提到 蒋介石在败走台湾 在1949年6月 在台北举行军事会议 他说蒋介石的气都还没有散掉 主持会议的时候还是匆匆隆隆的 是个英雄人物 我就想到 蒋介石在军人魂 讲的这篇演讲所说的 他说自从学办会战 军事挫败 就决定要在金户线上实行决战 他认为当时 这次的战争是生死存亡的最大的搏斗 如果获胜 军事就可以转为为安 如果不幸失败 南京市首都所在地 我是国家元首就决定要以身殉职 死在南京 以尽我个人的责任 因此他在还没有下野之前 就严令在南京上海 这些地方加强公司的构筑 就是为了要背水一战 也可以说是要求得我的死所 蒋介石他还说 可是那个时候有一部分 意志不坚定的动摇分子 一定要他去职下野 当时不得不离开南京的时候 其实他毫无其他的遗憾 只是心中最没办法忍受的就是 感觉到今后我无死所了 我们这一集 我自己觉得真的非常的深 对因为讲了几位校长 包括蒋介石 蒋白礼 黄维 然后主要就从一本西方兵胜的战略论 对 然后包含又提到说这本书 到底是怎么重新教育翻译 然后后来怎么完整的出现 对 还讲到中国的淡代兵胜讲白礼 对 你花了多少时间去厘清英国关系 这个也还好了 但是也花了大概一两个礼拜 因为其实我们利用工作闲暇的时间 来研究涉猎之鞋 其实这个是持久战 国共关系是阵地战 美洲要说什么是游击战 对 所以我们就 就这样 听得懂吗 听不懂没关系 看字幕 看字幕没关系 可以回头多看几次 好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 谈兵读物 新闻与历史的汇流处 军事是故事的主战场 只取一瓢影 结合军事历史跟人文的频道 喜欢的话 赶快订阅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建议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再次谢谢老谭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